面对党内排山倒海的逼宫声浪 美国总统拜登直求对决 他在写给民主党人的一封两页公开信中 再次斩钉截铁强调不退选 要求党内闹剧画下据点 他说有各种猜测 我仍会坚定选下去一直跑到终点打败川普 他接受媒体电话访问时 也坚称普通民主党员希望他竞选连任 他表示党内高层的让位呼声让他感到挫折 但他不在乎打咖怎么想 也对党内批评者下了暂帖 直言如果他们认真的就应该出马参选 而外面报道美国帕金森市政权威专家 八个月内八度造访白宫 白宫发言人尚皮耶在记者会上被问及 此事时拒绝正面回答 只说拜登见过神经科医生三次 基于安全问题不能泄露专家姓名 惹怒记者因为白宫访客记录上 都已经公开疑声全名 共和党下周将举行全国党代表大会 提名川普竞选美国总统 在此之前共和党公布了 2024党纲草案 相较于2020年的版本 最新草案要求取消给大陆的最惠国待遇 禁止购买美国房地产及各项产业 并防止大陆汽车进口美国 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名 飘着浓厚川普位 记者综合报道 请 вас统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